日本神奈川縣川崎市登戶車站附近 這處平靜的住宅區 28號一早 金船隨機砍人案 凶險鎖定小學生攻擊 現場涌盡大量消防車和救護車 不斷搬運傷患 場面一片混亂 書包散落一地 目擊者指出 當時一名年約50多歲的男性 拿著兩把生魚片刀 鎖定小學生等待校車的車站 發動隨機攻擊 造成多人死傷 案發現場宛如人間煉獄 不但有大人倒握便利商店前 還有受傷的小學生 逃到便利商店求助 由於嫌犯特別挑選上學尖峰時間 還掌握學生搭乘校車的位置 犯案似乎早有預謀 而且闖下大禍之後 自知難逃罰網 被警方逮捕前 他拿到自殘傷重不治 事實上川崎市值安插 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當地因為有毒麻場 加上身色場所多 進出分子複雜 兩樣犯罪率居高不下 2015年還曾發生一名 國中轉學生 卑鄙加入不良團體 想退出還無法脫身 還被強逼 頂著寒冬在河里羅勇 最後慘遭殺害 殘忍事件爆發後 也要撐起悲傷 治安差的惡民 這次的事件 也是近兩年來 日本發生的第三起 隨機殺人案 萬如不定時炸彈 讓日本民眾人心惶惶 散禮新聞 歡迎收看 我們都不可能知 我們不可能有 到晚安